更换背景的声音 那你在录制的时候在播放的时候呢 可能会听到一些声音 或者是自己讲话讲的不好 也许在海边风声很大的时候呢 那在味道园可以按右键可以做什么 取消连结画面视讯与音讯 这时候呢 声音归声音就可以声音特别把它删掉 那就没有了 那自己要加音乐哦 我想配段比较轻松音乐 所以可以从这里再重新给一个声音进来 那我们就使用这个Word里面的 OSE 在低磁铁铁 吸磁铁铁的范例里面 好 这是创容兮兮的音乐 我把它拉进来 拉进来的时候呢 我大概不会让它对起来 我也许想从这里点这里 就是从 点这个意思就从这里开始听 看起来OK 点这里可以听 那你可以把时间记起来 比如说开始听的时候呢 这个声音好像都不冲突 那是OK的 那最前面呢 素材最前面就这里 一开始这样 前面是前奏柔柔的 可是我希望一开始就很热闹 所以移到这里来 好那前面这段不要了 就做分割 删掉 删掉以后把它拉到底对起 影片只有这样 声音很长 所以点影片 看了看了 点影片 我现在点影片哦 拉到底 那就是影片最后一格 接下来 现在在影片区 点声音区 再来做分割 后面这段 点后面这段 按Delete 这样就画面跟声音就对起了 来 所以你再播放起来就变成 那这就是我们要的了 就重新变更音乐 当然你这里还可以再录制旁白哦 这声音可以好几个 我只把声音换掉而已